回來講一件事就是Netflix 今早的真Bc 和Mongo 也有說 其實現在Netflix的訂戶數流失 其實對整個平台來說 是跌很多訂戶的 但是那個數字聽起來很厲害 接近一百萬 但是其實對這個平台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而且對其他做這個串流的平台 都是一個好消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預計 其實本來應該會跌更多 你要知道就是今年年頭到現在 Netflix的股價其實已經跌了三分之二 一季流失97萬個帳戶 其實是好消息來的 因為Netflix之前預計會損失 二百四十萬個訂戶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會有這麼多訂戶會離開呢 就是因為沒有了那些封城措施 沒有了那些抗疫措施 在很多地方 現實就是 那些人就會看少了Netflix 其實就是那個時間沒有了 之前就是很坦白說 有些人他在家沒有供應 他就經常在Netflix上面有暴彈 我其中一個 我看不少 台洋可能就不是一邊做事一邊打機 你又在旁邊開了Netflix在那邊聽 我看Netflix我沒有打機 哈哈哈哈哈哈 難怪別人說在家工作不是做事 其實就沒有所謂 因為其實在家工作的人 或者在辦公室工作的人 很多都開著收音機來聽 就是我們這裏是流行這件事的 就是聽收音機是重要的 是可以做的 當然就是Netflix它之前 他們告訴大家 那個訂戶流失的情況 他們的股價是跌得很厲害 也都影響了其他的公司 其實連迪士尼都影響到 還有美國有另外一間公司 叫Roku 也是做串流的 做串流又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就是被人看到 好像那些用串流服務的人少了 因為疫情完了 那些人可以出去看電影 但現在看到一件事 就是實際上 那些人沒有錯會出去看電影 但是Netflix那些是不會剪的 所以現在Netflix的股價 其實就升了很多 其實是好消息來的 當然有些人就不是這麼說 有些人就說 都是死貓彈的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Netflix它今季 他們是會有用戶的增長數 其實他們現在有一個新的估計 那這個股價其實昨天 就在美市那裡就升了7% 就很厲害的 所以如果那些人說 Netflix是收得皮的 其實就不是的 而且他們改變了一個營運方式 就是他們現在那些Documentary 他們有些會拍少一些 就是那些紀錄片 Netflix那些會投資少一些 多一些做一些娛樂的東西 少人看的 因為那些人是喜歡娛樂多一些 其實就是 所以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市的問題 影響到他要調整他的策略 其實他之前拍的 有些紀錄片都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他也是很OK的 拍的 但是當然了 就是 市場的需求不一樣 就是市場現在是需要一些 比較輕鬆一點的東西 就是給人的感覺是這樣的 但是會變的 這件事情 就是會不斷變的 因為市場的要求 很多時候是永恆在變的 很多時候是 所以 變幻才是永恆 你可以這樣解釋的 就是如果你用變幻才是永恆 可以解釋所有東西的 其實就是 還有Netflix他做多了一件事的 就是他會打擊一些人 分享那個帳戶 那譬如你一用一些 就是不同的IP 那他就會出手了 哇 這麼糟了 我有分享哦 我在香港 我父母也有用我的帳戶 這個呢 我沒有用 大家用我同一個 那他現在是會嚴重打擊這件事 他不讓你用作 那他覺得壞了 那他會 遲些會不讓你做 賺錢 還有 Netflix其實在亞太區的業績是好很多的 你要看回 就是在美國他們其實就卡住了在這 但是他們在亞太區是有增長的 澳紐都是亞太區一部份 亞太區Netflix是多了110萬的付費用戶 他收入同比增長是超過23% 全球收入增長是9% 還有在澳洲紐西蘭那個會員的收入有增加 因為有很多人最初進去Netflix的時候 就是買最便宜的計劃 但是最便宜的計劃 你家裡只可以只有一個人看 但是 如果你家裡有兩個人以上 都有可能是有需要 要多一個人同時看 那你就要再加錢 那有很多人 他實際的操作就像台洋一樣 他分享了那些人 所以他就不會給一個人用 他不會一個帳戶幾家人用 他就會加錢去買同時用的功能 但是他現在還要打擊這個功能 打擊這個做法 同時分享是可以 但是 應該是會加錢 如果你譬如在不同國家用 像台洋一樣的情況 在不同國家或者地區用同一個帳戶 他可能會讓你這樣做 不過你要再加錢 可能要多加幾元 他寧願你多收幾元 哈哈哈哈 會這樣 真的 是啊 還有 Netflix現在 他會再做一些 有附加值的功能 譬如 好像賣廣告 現在他有一些戲 賣廣告好像我沒有聽過 但是他現在會怎樣做呢 就是 現在Netflix有個情況 有時候的影片你看不到 他會拿走了你的 就是 譬如你看一下那部劇集 因為那部可能放了很久 你很遲才發現 你還沒追完那部劇集 他已經下架了 是 那麼 Netflix 他說 現在他可能會加錢 給一些人 去看的 加錢去看舊片 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他可能會 再可以加錢 那些劇集就不用等 他會逐集出 你加錢就可以一次過煮完全部 不過要加錢 就是這麼厲害 這些 這些 哈哈 不是啊 他現在沒有辦法了 他是要想的 他是要想的 看少一點 他說 他說 廣告支持的會員 他不是說現在的會員 他要加個廣告 他現在的說法 台陽你講的廣告 就是 他是要 有些人 他是想看Netflix 但又不肯付錢 那麼他就可以選擇一個 有廣告的計劃 那麼就可以降低那個 月費 不是 不是不收 還可以啊 降低那個月費 就有廣告 那麼 他就是增加那個註冊量 其實他的想法就是 還有我覺得他就是想 看一下那些人那個 消費習慣 那些東西 如果有廣告的話 你就會多了一些資訊 其實就 那麼 還有Netflix其實上個星期 就宣佈了 那麼 微軟呢 就會 是他的全球技術 和銷售合作夥伴來的 就是 如果是要做有廣告的 Netflix的戶口的話 還有 現在他們正在找一個方法 剛才我講過 就是 打擊台陽這種做法 就是分享密碼這種做法 還有 現在正在想方法 怎樣 就是 給那些 共享密碼的人 繼續可以共享密碼 但是 那個收錢的錢 就要不一樣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那麼 那麼 那 輕方便是共用帳很多人 有些是共用得太多了 其實就 那麼 在拉丁美洲 他已經是打擊了 這個密碼共享的情況 因為 拉丁美洲 你知道是很嚴重的 就是他們買一個 然後就 分給無數人 那麼 這些是很嚴重的 那麼現在正在試的就是 要那個 訂閱的人 就是 就是 買這個Netflix服務的人 就 去加 指定的成員用 那麼 還有呢 有些地方 是可以加一個國家的 就是像台洋那樣 譬如 他父母在香港 加一個 賬戶在香港用 不過當然是要加錢 那麼 那麼 現在他們正在試的 就是在拉丁美洲試的 譬如在阿根廷 你可以多加一個 多明尼加 或者 薩爾雅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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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再加一個國家 就 可以 分享給另外一個國家的 因為那裏有些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地方住 有些親戚 那些東西 就分享 其實 那 Cocan Coca Cola 就不止分 還拿出來賣 那 對啊 最初是有漏洞的 其實 那現在應該要 處理一下 現在是要處理的 是沒有辦法的 那 那他們當然會 處理一下 那 2023年就會 開始全球打擊 分享帳戶的行動 他們會 他們的操作就是這樣 那 那 現在他們當然會 會再拍其他的 劇集出來 那 但是 他的競爭對手 都很強 那 現在那個競爭對手 包括了迪士尼亞 HBO Max 還有 Paramount Plus Paramount Plus 就是 Top Gun那裏 他是 Paramount的 那 還有 就是 現實就是 Paramount Plus 他就是 出戲 上了45天 在戲院上了45天之後 那他就在Paramount Plus那裏看了 其實就是 所以現在 這個串流的市場 那個競爭 是很大的 其實就是 是跟 之前是很不同的 那當然 現在他們當然是會 繼續去做好些 那 尤其是在韓劇那裏 他們會投資很多 會扔很多錢 會扔很多錢去搞韓劇 韓劇 他有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跨文化這樣賣的 現在是 跨文化這樣賣到 其實 對於韓國來說 都是好事 還有韓劇的製作成本 就是我看一些資訊說 就是他們的製作成本 其實相對是比較低的 相對 對於美劇來說 就是匯報率高 大匯報率是高的 好像一隻魷魚遊戲爆出 而且你看一看 如果看過魷魚遊戲就知道 大部份是廠景 在廠裡拍攝 但是 竟然是風行全球 匯報率高 拍攝多些這些 這個方向也不錯 對Netflix來說 現在Netflix 有一套叫做 Stranger Things 好像叫做怪奇物語 第四季 觀看市場達到13億個小時 收視率是最高的英語電視節目 它是僅次於魷魚遊戲的 是僅次於魷魚遊戲 當然魷魚遊戲是很成功的 因為魷魚遊戲 其實是連西人都去追的 當然 之後Netflix會怎樣 我自己覺得Netflix是有潛力的 但是它的競爭對手都很強 所以能不能夠脫泳而出呢 我自己就覺得 要看看它之後的策略 如果它在韓劇那裏 可以煮多一隻類似Squid Game的東西出來 那它也有運行 那好了 這些是撞彩的 我覺得 這些是撞彩 有些是撞彩 有些是撞彩的 但是韓劇呢 它沒錯 它有很多是固化的模式 但是對於西人來說 它是很新鮮的 有一種新鮮感 有一種新鮮感 到現在還有 還有 他們那些愛情 他們那種固化模式 是沒有問題的 那些人是看完又看 看完又再看 追完再追 追完又再追 西人的愛情劇 一埋位 一喜歡對方 就來的 就來的 韓劇是不會的 就比較含蓄一點 西人看得覺得很過癮 是呀 他們會覺得這種 女性觀眾 對 女性觀眾很喜歡 因為他們都在幻想著一件事 就是此字不如的愛情 因為韓劇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那些戶界比較少 不是沒有 在Netflix現在放得出來的 跟愛情有關的那些 其實他們的操作都是此字不如 從一而終的愛情社會很少 好像愛的遺況 才是多人喜歡看的 在西方社會原來很瘦 是 還有一些揭秘 有些揭秘 有些神秘 和北韓的東西 北韓的話題是有些神秘 有神秘 有愛情混在一起 這套東西又可以 還有他們整個國家的戰略都放進去 例如那些汽車一定找回韓國的汽車生產商賣廣告 手提電話 一定找三宿 以前就找LG 現在就一定是三宿的了 LG都不做手機了 以前LG都經常會做一個Product Placement 就是那個電話就經常拍著 其實都沒有必要拍著電話 都會經常拍著 另外當然還有其他韓國的產品 即是韓國炸雞 其實韓國炸雞在全世界現在都很紅的原因 其實都是多謝這個Netflix 還有他們注入了在韓劇那裡 他將這個東西注入了去 那它成為了一套 嚴格來說是文化輸出 其實都是有效的 對於韓國來說 那個文化輸出 亦都是令到韓國人在外國做生意相對容易阻礙的 其實應該很棒的 Cocan Coca Cola 它就說 美國本土應該就不太好 因為太多視頻服務 傳統電視已經沒有人看 在美國什麼差都要收錢 其實在美國來說 Netflix 它是一個成熟市場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它在美國或者加拿大那些 它是沒有辦法再有增長的了 現在它要找增長 它一定是在其他地方 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那裡找些增長 其實 為什麼在澳樓這些地方 它會增長得很厲害呢 尤其是在澳洲它增長得很厲害 就是因為澳洲人對於本地的 就是電視服務 是很多不滿的 其實尤其是煤檔控制了那些電視台 那些 其實又收錢 接著收了錢之後 播一些東西又不適合看的 最腹肌就是這樣 好了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我們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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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